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五学而用 在下面讲 我们已经做出了四个埃及分数合为一 但是这里的搜寻时间有点长 所以我们就要想要做一个改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变成什么 只有三个回圈 那第一是怎么决定的 第一 我其实 第一这边的做法是什么 先度量前三个分数加起来 先度量前三个分数加起来 跟这个一的差距 如果今天差距是一个正数 我就来选这个差距的导数这个D 因为我们现在ABCD是有小大大排序 今天找到的D比C小 那就表示说 接下来的C也不会找到答案 所以就可以break掉 所以就可以中断这个回圈 那如果D比C大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把这D加进来 这四个数跟E的差 是不是足够小 足够小的话 就把这个答案进行输出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时间大幅的下降 像这里降成400多次 好 那我们一样呢 就先从刚才的结果再来继续拓展 这一开始呢 我先定一个函数 就是叫SHF F是harmonic是这个调和函数导数的概念 好 那这个FF是呢 我们要算什么 我们要去计算 E减掉呢 SUM 把这几个取种之后再加起来 就是E除掉F For F in FS 好 就是 这边是有一个列表 例如2分之1 3分之1 6分之1 这是一个这个列表 那每个呢 都取倒 然后再加种 所以今天呢 我们跑完前三个回圈 好 那这里 我们再做个这个检查 说 看目前的这三个数字 跟E的这个差量 就把AVC丢进来 好 如果这个差量呢 还是大于0 还不到E 所以呢 我想要再塞一个D 让它变成刚好等1 我们今天因为希望这四个呢 加起来等1 那我 我今天D呢 就定义成什么 对 1.0 除掉呢 这个SHF的 刚才这三个的分数盒 AVC A VC 好 那这里呢 我们把它 D是个整数 所以我们这边先 做个这四十五路 找这附近 最好 找这附近的整数 好 那这里的这个搜寻次数呢 我们就直接摆在 上面这一层 C这一层 OK 好 那对于这个判断条件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HSF来修改 对 这边就变成 四个分数的这个盒 AVC D 这四分数跟E的误差 有没有足够小 如果有的话呢 就加一输出 好 那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那这边出了一些小问题 就是答案怎么多出这么多足 那其实呢 主要是你看 这边有重复的 10跟15跟15跟10重复 好 所以主要就是我的D呢 不要比C还小 所以我们这边 可以再加一个判断条件 如果D小于C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终止掉 C这层回圈 好 那我们再来执行 目前就可以得到 相应整数的结有8组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让AVC可以相同 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这完整的14组 而这搜寻的次数呢 少了一个回圈 搜寻次数呢 其实下降很多 从原本的40万 瞬间呢 就降为400这么多 刚才我们只减少D的搜寻 但其实对于前面B跟C呢 也有很多种情况 是明显不可 跳过前面两个情况 那关于B跟C呢 在哪种情况要跳过 就鼓励大家先思考 再听我们后期的角说 看看前面B跟C呢